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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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畫面中的阿公阿嬤 大家笑得樂開懷 他們不是瘋了 他们正在练习笑笑功 彰化基督教医院举办一年一度 疾病团体联合座谈会 启动生命的微笑 笑看生活乐开怀 同时邀请吴侯团体 开口笑团体 B&I团体 等27个关怀团体的病友及家属来参与 到现在我们已经成立27个疾病团体 那这些疾病团体的成立 主要是为了关怀我们在急性期治疗之后 后续我们有更多的朋友 或是病友志工还有我们的医疗团队 可以帮助大家 可以让大家更加多的帮助 希望透过每一个不同的团体 去看到别人的需要 也看到每一个团体有共同成长的机会 让他们的生命不会因为自己的生病 而留下遗憾 那也透过了解别人的团体 来分享生命当中的每一刻的喜悦 为了提升疾病 得以早期诊断率及治疗成绩 因此藉由病友团体成立 进而达到疾病防治与预防工作 在病友们的相互支持 经验分享共同度过疾病治疗过程 同时运用团队力量 加强术后卫教及增强照顾技巧 赢得人生重重关卡 让病友们相信生命在一起 培养出新的生活习惯 启动新生命 张基新闻连哲号 严广胜采访报道